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锁定TVBS下午4点钟1600整点新闻 我是秦林谦 首先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的就是台北市环南市场 在今天爆出了41人染疫 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将对6月8号之后 曾经到过环南市场的民众发布细胞简讯 那么陈时中有最新回应先来了解 中心跟北市成立联合前进指挥所 我们希望在今天下午 就是说今天我们就马上要设立环南市场的筛检站 因为在环南市场筛检站 我今天去了在市场内相关的这些工作人员或相关的人员 基本上在筛检的结果 虽然有40例 那一例是救案 那这40例大部分里面筛检过 可是周边的 周边还是有相关的一些摊位或是店家 那恐怕你这么多的一个病例数 那周边应该要再持续的采检 所以在环南市场设一个豁大筛检的站 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发布一个这个警讯 因为环南市场这边相关的都有一些实验词 所以我们综合这样区域的范围判定 北大万板大桥 东至西藏路 南至华翠大桥西至环河快市道路 那框列的时间是从6月8号到7月1号 爆发这波还有可能在7月12号解封吗 对于7月12号 这个我们本来就讲的7月12号之间 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们会持续的准备 那当然积极的处理这北农的问题 也是一件现在的一个要务 那你现在还很难去估计它侵涉到范围多大 是一定会有一定的范围 那不过就好像大家看到近来比较多 我们跟屏东在报一样 他也是会一圈圈的 赶快一步一步把它做好来 环南市场有确诊事件 他被市长与克文哲也载上火线说明 他说大部分筛检 昨天做完7,413个案子52个阳性 其中还有人是感染过解除隔离 可是隔了半个月做PCR 又是阳性 我想大家今天都非常关心这个 环南市场检查出来 这个41个确诊者的问题 那么因为这样你知道 我们在昨天有做一个 很大规模的PCR 那这采用的几乎是 用我们叫三大集团军 这个台北农总负责这个 冰江市场 那环南市场是请亚东医院 来帮忙 那我们自己联合医院就负责这个万大市场跟万大国小 其实我们昨天一天当中 做了7,413个检体 就有7000多人在一天之内 做大规模的检验 那事实上今天跟明天 还有1800还有1800还在还有一些 因为不是那个大陆批发市场来的上班人 他不是每天来 他有时候一个礼拜 才来两三天 所以没有办法在一天内全部做完 不过大部分的筛检 在昨天都做完了 这个7400多个Case 我们来看看 在所谓的低果菜市场 也就是在万大市场跟万大国小 总共有2个跟5个加起来就7个 不过这7个是个所谓的确诊者里面 其中有4个是以前已经感染过 那也解除隔离了 实际上在过了差不多半个月时间 再给他做PCR的时候 他也是阳性 但是这个阳性 他所谓的CT值都大于30 也就是说你知道 他以前感染过以后 那个绿酷性病毒 好像还有一些残骸 留在鼻腔里面 所以做的时候 他是做出来是阳性 比较特别的是 环南市场 到昨天晚上 10点的时候 当时最后是汇报的时候说 这个还做出两个case 可是到半夜一点的时候 因为他们亚动业实在太认真了 彻夜在 在检体医生把他拼到完 所以半夜一点中 我们被叫起床 说这个有40个case感染 坐在PCR症 因为我们当场就决定要修饰 因为这有41个人太多了 另外新北市今天新增15例确诊 不过双北共同生活圈 所以环南市场暴增确诊人数 新北市场侯友宜 有没有最新的回应呢 继续来了解 今天新增的本土病例15人 居家隔离列馆1254人 那以今天的确诊病例里面15人 板桥5人 新庄3人 新店3侠 永和5谷 泰山系子 淡水 各亿人 我们特别看到我们三重跟中和两个热区 今天都是零确诊 继续加油 这当中这15个人扣掉 我刚刚讲的 居家隔离5个人 其中跟台北市有关系的 目前我们查出的感染源里面 在北龙职场有一人 樊南市场有两人 都是在北龙跟樊南市场工作的 这也是上一波所做的影响 并还没有扩植到今天的淡南市场的第二波 至于家户里面 有两个人 一个是曾经到万华的茶室喝茶 所染疫的 一个是在一个医院 因为太太确诊以后回来家里 所以这个筛检真的很重要 非常的重要 所以今天看到你 其实心里就看到我们疫情 露出了一些死光 我们更加的有信心去控制这个疫情 但我要在这里特别说 一天的脸 不会代表永远的脸 提供给您最新的消息 全台三级警戒持续 那么中选会在征询指挥中心 以及地方政府的意见之后 在稍早开会研议 决定原本安排在8月28号 要举行的四项公投案 现在确定要延后到12月18号举行了 这是我们提供给您的最新消息 除了淮南市场之外 来看的是台中的许甲旺市场 有一间阿惠面店的亲友也传出确诊 目前感染源不明 一早市场真要营业 没想到突然有车开了进来 大批医护带着用具 穿戴防护衣进到市场内 开始设置快筛站 并且还有市府人员 引导民众跟摊贩 依序排队进行快筛 摊贩们不知所措 但也只能放下手边工作 隔开安全距离开始排队 这里是台中市甲旺市场 其中有一家名为阿惠面摊的老板 亲友确诊了 目前感染源不明 而确诊个案时常到市场帮忙 所以市府紧急设置前进指挥所 对这些摊贩顾客做快筛 里长表示确诊个案虽然不是摊贩 但是足迹有到市场内 为了防堵疫情扩散 只能请摊贩快筛 并且要停业三天 多数摊贩都是生意做到一半 最后被叫去做快筛 他们表示虽然很无奈 但是更害怕染疫 所以都积极配合 除了市场外还有确诊者居住的社区 也有设置快筛站 所有住户都挤在社区中庭要做检测 而目前传播的范围跟人数 市府紧表示 记者会才会一起公布 但是大动作快筛消毒 也让住户跟摊贩感到紧张害怕 台大医院在6月29号的时候 取消居家办公 不过才隔没多久 就传出有院内人员爆料 病房又有多名住院病人确诊 而且至少11名的护理师 因此被匡列隔离 不过针对疑似有病人确诊 台大不证实 只说交由指挥中心回应 台大医院在6月29号时 宣布全员回来上班 取消居家办公 不过才隔了三天 有院内人士爆料 在12楼的病房 有多名住院病人确诊 也有多名的员工被匡列隔离 内部人员透露 受感染的疑似是12楼病房病人 病人A住院超过三个月 6月28发烧 6月29病人A和看护确诊 6月30患病人B住院未满一周也确诊 7月1号病人B家属也被感染 但目前还未清空病房 据了解 目前已经匡列11名以上护理师 人力减少 也让护理人员难以排班 内部群组也写下 已经转出10位病人 目前暂定留下17床 未被匡列的人 有跟感控人员争取做 猴头口水检测 事情发生了 至少确认不是医护造成 代表有严格落实管理 但消息传出 还是引发员工担忧 台大企业工会 也出面和院方喊话 工会认为尽管医护人员已经接种疫苗满14天 小PCR检测阴性就可以返回临床工作 但必须持续自主健康管理21天 依据规定 自主健康管理期间 不能和严重免疫低下病人接触 院方应该同意说法和家属说明 接触者匡列标准要一致 不是同人 亲自打给感控人员 才被饭店 狂烈隔离 多间病房 混固确诊患者 也要和专责病房 一样有定期裁剪作业 保障员工 不过针对院内人员爆料 疑似有多名住院病人确诊 台大不证实 只说交由 指挥中心回应 TVA新闻和讲张卫贤 台报道 台湾决定的确诊数 都在50例上下徘徊 参与业者都期待说 这个确诊数字 是不是能够达到7月12号 能够恢复餐厅内用 这样的标准呢 指挥中心齐 辉官陈时中 昨天提出了具体指引 表示除了梅花座 间隔要拉开 规划也着重在发生疫情时 如何及时应应 台湾疫情趋缓 观察台湾最近两周的 裁剪PCR养性率 可以发现 从疫情爆发初期的5月15号 是来到了5% 现在最近只有0.1% 实际上台湾的疫情 已经逐渐的受到控制 每天大概我们平均 大概有3万多件的 这个PCR的减体量 那这个阳性率 大概都是0.1% 有的时候0.2% 反映说我们的这个 裁剪量越来越增加 我们的这个广塞的情形 增加之后 当然这个验出来 阳性的比例就会下降 筛减阳性率下降 罗一君强调是因为筛减量能增加 目前最高可达一天12万件PCR 外界也好奇 官方久未公布阳性率趋势 原因前台大感染科医师 临时必透露 一来是因为之前有校正回归之乱 怕数字不准 二则是怕大家看了太快松懈 防疫力道会减弱 但随着这几天 确诊数降到都在50例左右徘徊 开放餐饮内用声浪也跟着升高 一定是要没话做 人的距离 消毒清销等等的 这是会一样 强调开放之后 规划着重在发生疫情时 如何及时因应 计划仍在讨论中 而感染科医师张科也建议 员工颁表名册要练期 一旦确诊要及时匡列 找出确诊者 摊位也都要有QR Code 即便在公司内不同楼层区域移动 也要刷识别诊 但有医师也认为 如果只因为确诊数降到百里以下 餐饮业就贸然开放 恐怕会让防疫功亏一篑 在一般的县市里面 至少可能位在双位数以下 而且持续一段时间 那甚至在有一定的时间之内 我们是没有所谓 群聚感染的状况 疫情好转 不能只是昙花一现 面对变种病毒来势汹汹 还得冲高疫苗施打覆盖率 别让病毒趁虚而入 TVB新闻联助宣同 我们台报道 三级警戒大家都宅在家 那么有网友说 自己电费比上期多了3500元 家庭估算多了大概三分之一的电费 但是六月份还没有以夏季电价来计费 等到七月份恐怕荷包会更少 我们家大概是涨了三分之一 因为以前如果正常的话 同期这个时间来讲 应该都是在900多到1000块 那现在就会涨得比较多 可能到将近要2000块 育有两个小孩的carry 三级警戒期间 一家四口呆在家防疫 实在难逃电费暴涨的状况 再来看看其他家庭 六月电费也比四月多快两倍 有网友更表示 自己电费从800多暴涨到4000多元 用电量涨幅318% 跟去年同期相比也多了92% 但有人觉得自己的电费没有差很多 毕竟六月份的小确幸就是不采夏季电费计价 但接下来七月份就得回归夏季电费了 夏季电费一定会很担心啦 那就是尽量看可以就是 可能大家集中在一间睡觉啊 就是尽量减省只能这样 台电表示每个月用电量要达到120度以上 才会受到夏季电价的影响 仔细比较夏季电费的算法 主要才累进式电价 像是121度到333度之间 提高了单价0.28元 331度到500度之间 夏季电价贵了0.63元 越电量越多自然越贵 而在用电量频繁的这个时期 原本预计年底借零厨艺的台电和二厂一号机 却因为用过燃料池空间不足 在7月1号宣布提早停机 外界也担心是否会影响供电 不过台电表示 岁修大修机组已经陆续归队 加上再生能源持续并网 还有民营嘉汇电厂二号机顺利运转 将确保这个夏天供电无鱼 TBN新闻交换文娱配传台报道 台湾从5月中爆发本土新冠肺炎疫情之后 到现在疫情还是严峻 再加上Delta变种病毒又出现 因此许多民众都待在家里 当然这也影响到许多民众的生活 这一年多来 像是有越来越多的民众 在疫情期间反而尽量减少使用现金支付 把用手机或者是信用卡的方式 以不接触钞票硬币为原则 受到疫情影响的当下 现在有超过4成5的民众 出门消费时 不喜欢使用纸钞和硬币 反而是喜欢使用感应式的方式来付费 而事实上在疫情期间 现在根据统计了 有越来越多的中老年族群 对于使用感应式消费 也越来越能够接受了 陪包一打开 没有任何一张钞票和硬币 对陈小姐来说 她一点都不担心出门购物会受到影响 也因为过去习惯网购 再加上疫情期间 她分流上班 除了办公室 就是待在家里 如果真的外出 她也训练自己 一定要透过各种支付方式来付费 将一张钞信用卡号资讯 存进智慧手表 结账时 直接用手表感应付费 对陈小姐来说 已经不习惯 在使用钞票结账 我就不想要把 就是可能找的一些零钱钞票带回家 也是把病毒 撞到我自己的皮包里面的 电子支付的便利性 其实蛮方便的 而且还会有一些 可能他们的支付优惠 现在民众其实蛮习惯用电子支付了 供给跟需求 都一样有的一个强烈的需求底下 行动支付它就从以前 追求便利的软性需求 变成现在追求安全的刚性需求 那疫情终有一天会控制住 会过去 可是在这过程当中 其实非常多的人都累积了 使用行动支付的经验 我们都会感受到它的便利性 它的好处 所以在疫情结束之后 我相信很多能够跟随着行动支付等 非接触式交易所带动的商业模式 也会大量的兴起 不带现金可以预先付款 还能查看消费记录 而这些优点在克服疫情之后 对民众来说是很棒的消费体验 目前只能使用现金 信用卡 Apple Pay方式付款 而这些因年龄限制 无法申请信用卡的低年龄用户群 将无法以电子支付方式消费 因此建议业者可以更加了解这些问题 来进行布局 例如采用电子处置账户等 电子现金付款机制 但电子支付不再只是信用卡的市场 台湾其实在去年年底 就修法通过了电子支付机构 管理条例 修正草案 那将电子支付跟电子票证 做个结合跟开放 那它的目的呢 一方面是希望台湾跟国际金融能够接轨 另一方面 希望让电子支付成为我们的生活的 支付的生态系主要的一环 那在这样的一个背影之下 那加上我们发现近来 因为疫情的影响 的确改变了我们消费者的消费习惯 那大家倾向是不要接触纸钞 而是透过电子支付的方式来付钱付账 硬币和纸钞在上头都有数不清的病毒和细菌 尤其它会透过人与人之间的交付过程 如果没有做好勤洗手以及酒精消毒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将病菌传播出去 如果你真的非用到硬币或者是钞票的话 就是要记得还是要做好手部的清洁 例如说用勤洗手 用肥皂洗手 或者是用酒精消毒 我的观察是确实现在消费模式 病人比较常多就是在线上网购 或者是在家里面订购东西 那另外就是行动支付的比例也比较多 这波疫情下带来电子支付的新发展 其实可以用乐观或正向的方式来看待它 可让台湾的金融与国际金融接轨 也能让电子支付成为消费者在选择支付工具的新选择 也更方便 TVBS新闻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